暑假是滨海旅游的旺季 随着近期全省中小学校陆续放暑假 我是多家滨海旅游景区 也积极备占暑期岛 迎接即将到来的游客高峰 昨天下午 记者在川岛山嘴码头看到 虽然不是周末 前来买票准备过岛游玩的游客 已经络绎不绝 听身边人很多人说过来好玩 你怎么知道过来玩呢 我从河南长沙过来 第三次过来 然后大概也做了一下攻略吧 比如说潜水啊 潜岛游啊 还有一些出海钓鱼啊 都可以的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川山群岛旅游度假区 是我是滨海旅游的龙头 一直深受游客青睐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上周六过岛游客超过1.1万人次 这个周末是暑假第一个周末 将正式迎来今年暑假游的第一波高峰 预计7月25号过岛游客会超过1.3万人次 周末两天会超过2万人次 而8月22号后 过岛游客人数才会逐渐回落 一般来说暑假最后一周 学生都会结束游玩 调整状态迎接新的学年 我相信今年的量可能都会和往年持平 或者有上升的趋势 因为散外游现在虽然开通了 但是很多本地的游客都不是很敢出去散外游 所以他选择散内游的游客是多很多的 位于北斗镇的纳秦半岛地质海洋公园 自2014年开门迎客以来 该景区迅速成为省内外滨海旅游的热门景区 并于2018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上网看过的那些评价 就是那些旅客过来这边 对这边的评价都比较好 所以都觉得应该值得过来玩 所以放书架就跟小朋友过来逛逛 有山有海 风景好 应该有个台山王线饭 想过来试一下 景区负责人介绍 景区游客以珠三角为主 今年暑假将往年缩短了大半个月 选择省内游的游客更多 预计出游将更加集中 目前酒店预定较为火爆 7月底到8月中旬基本满房 为了更好的提升游客的体验 景区购置了一艘游艇试水海上娱乐 海上游览 还有跟对面岛蒙州岛 还有外面一些海岛的游览 还有出海钓鱼 一系列的海上观光 现在一个是初步的试水 后面我们的悠闲仪业的设备 本台记者陈淑文 实习生五星运报道